这个自家中国矿急转美国挖比特币 现在中国打击挖矿 不仅是比特币 所有的虚拟币 以太坊 什么莱特币 你在大陆挖矿的这些企业都会受到一些打击 特别是一些小型的 有那么四台机八台机的 三五台机的这种散户 更容易受到打击 当然说 我在中国地大物博 山东打击 我上广西跑 广西打击 我上四川跑 反正有的是地 实在不行 我还可以去附近的越南 柬埔寨 老窝 缅甸 去这些国家还可以挖矿 这些国家的成本也不贵 这个房子也不贵 自己弄几台设备 租个房子 用点电就行 当然 确实是中国人打游击比较习惯了 抓了我就抓了 抓了我就去行贿 送点礼 花点钱 然后打点打点 那个实在不行 就认赔 然后能够跑 就跑 能够抱着机子跑 就抱着机子跑 中国人的做法是这样 而美国 它的特点 就是法治完善 保护私有财产 不会这个政策变来变去的 办好 办手续办好了以后 能挖就挖 不能挖就不能挖 那不会呢 让你突然一下呢 说不行了 当然你说在美国 它不是也有的散户在家里挖的 对 也有散户在家里挖的 也有那么三五台积 是吧 一年呢 挣个几万美金 这种小户呢 也行 那个呢 一般呢 是随着这个家庭报税 家庭报税这一块呢 当然呢 有几个方面 一个呢 就是说呢 可以实打实地报 那第二方面呢 那可以这个 报一部分啊 当然呢 还有的可以不报 干脆就不报 我这部分干脆就没有 没有走账啊 这个弄个冷钱包啊 存起来 然后这个交易的时候呢 我私下交易 用现金啊 这个有的呢 那就干脆就不报 当然这个呢 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情况 反正小户就这样啊 那多了啊 有个几十台机子了 这个不报就不行了啊 这个呢 就需要报 这个报税的时候呢 那一般呢 就用企业来运营 企业呢 他还可以多一些费用出来 那彩礼费啊 这个设备遮旧啊 然后呢 这个招待啊 这个汽油啊 什么反正是你用得到的东西呢 全部你自己 买个菜 甚至是家里买个菜 也可以到公司去报销 啊 那没人查的话呢 反正你买了菜以后呢 说是买给这个客户吃的 单位吃的 拿回家里来啊 少了应该也没问题 多了那就不行啊 像那个大的那种饭店啊 那好多人有股份的 这种呢 他这个账呢 可能就不那么好走啊 当然这个东西呢 主要的还是要跟会计来谈 就是会计觉得 这个账呢 你走掉了 没问题 不会有人查啊 那会计呢 比较有经验 而我们呢 一般呢 个人报税呢 是没大有经验的 我们只是知道自己的情况 那会计呢 知道很多企业的情况 也知道呢 这个会计的一些法规 啊 所以很多人 那个到美国来呢 他就担心这个税的问题 就说 哎呀 美国这个税太高了 听说要交什么 百分之三十 这个 我这个挣了一百块 就要交三十块 他一百块挣了三 交三十块 并不是说 你挖了一百个比特币 拿出三十个比特币 来去交税 而是说呢 去了你的水费 去了你的电费 去了你的招待费 吃喝住 罚了你个人工资 罚了员工工资 所有的费用 全部去掉以后 啊 再给你交 而且也不是说 一下三十 他也有个阶梯 我挣的少的话 要个百分之十几 再多的话 百分之二十 再多百分之三十啊 最高呢 可能四十五十 他就说根据你这个 每年的年收入啊 一般的年收入越高啊 那个交的税的比例呢 越高 当然每个州呢 又有不同的政策 你纽约州税高 你可以去加州 加州税高呢 你可以去得州 这个呢 每个州的税 还不一样啊 不像中国呢 他这个税呢 是全国定的 基本上是一致的啊 所以呢 这个税收方面呢 应该也没有问题 当然如果是大家感兴趣的 有些在中国原来做的 觉得呢 现在查的比较严 是吧 可能在中国不好混了啊 愿意转到美国来 我也有兴趣啊 有兴趣跟我呢 这个联系啊 可以到时候 跟我们的这个节目下方留言 留个联系方式啊 咱们联系啊 谢谢大家